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君 新闻一开始 有先电影来看快过年了 金融市长林佑昌 特地到中山区复兴路 制赠环保局 重新制作过的再生家具 关怀弱势民众 协助民众除旧不新 换家具过好年 快过年了 在机动市议员张炳君 环保局长赖焕虹 社会处长吴挺峰 中山区区长陈信雄 当地里长张继志等人 陪同下 机动市长林佑昌 特地到中山区复兴路 制赠多件环保局 重新制作的再生家具 和年节礼物 给因为工作受伤的 业性民众 关怀并且协助 弱势民众除旧不新 换家具过好年 我们每年 市政府都会进行 寒冬的送暖 我们环保局的同仁 很用心 他把许多民众 废弃的这些家具 经过他们的一个巧手 让他可以再生 所以我们会在睡末的时候 会针对我们许多 弱势需求的家庭 把这些再生的家具 来送给他们 也改善他们生活的一个环境 那另外我们环保局的同仁 因为每年都 维修了很多这些再生的家具 那也进行公开的一个贩售 也增加市库的一个收入 在今年呢 就有将近60万的一个收入 我想这个是他们的巧手 化腐朽为神奇 那当然在睡末 还是要祝所有市民朋友 大家都心想事成 然后都健康平安 新年快乐 是要感谢环保局的 我们的巧手 他提供了这些再生的家具 来帮助到我们中山区 很多需要帮忙的民众 那其实今天 借由这些的家具的提供 那也在在睡末的时候 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基隆市政府 对基隆市民的关心 及对他们的温暖 那未来的话 我们也会来持续关心 更多需要的弱势族群 帮助他们 不管是物资上 或者是家具上 我们都会尽量媒合 来去帮助他们 基隆市环保局表示 如果民众有 再生家具的需求 环保局再生家具每家园 开放参观贩卖时间 为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9点到11点 下午2点到4点 另外假日开放时间 为每个月第四个礼拜六 早上8点到12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此季大爱剧场改版后 首部戏剧新作 搜寻者 剧主选择 全剧景的场景 都在基隆拍摄 并在清安宫 举行开尽祈福仪式 基隆市长林悠昌 亲自参加 希望行销基隆的人文 历史及地景 让大家更了解基隆 此季大爱剧场改版后 首部戏剧新作 搜寻者 剧主选择 全剧的场景 都在基隆拍摄 并且在清安宫 举行开尽祈福仪式 基隆市长林悠昌 非常重视 在官销处长曾滋文 社会处长吴挺峰 中发处长林昏峰 以及警察局长刘耀青 和中山区长 陈信雄等人 陪同下亲自参加 高龄96岁的 清安宫主委童勇 和市议员庄敬盛 也一起参与祈福开进仪式 林悠昌欢迎 借由这部戏剧 行销基隆的人文历史 以及地景 让大家更了解基隆 也能收看到 优质内容的戏剧 这个是全剧 以我们基隆的场景 来作为拍摄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 它的一个场景 那所以对整个基隆的人文 地理历史还有景观 有很多的一个琢磨跟介绍 那另外呢 在剧里面的22个人文的一个故事 或者感人的故事 也是我们慈祭团队 那在基隆进行 故事的一个搜寻跟搜集 那我想每一个 都是动人的一个诗篇 那我想这一个剧呢 非常值得大家来观赏 所以我们今天 特别在千安宫来祈福 希望整个剧组的 这个拍摄的过程 都非常的顺利 那我相信它的完成之后呢 是精彩可期 值得大家来期待 由于这部戏剧的主场景 大都在中山区拍摄 市议员庄敬盛 更是特别出界 为在中山区高远新村的房子 作为戏剧场景之一 协助拍摄行销中山区 它能够让我们 所有的朋友了解 我们基隆人充满了慈悲心 充满了大爱 希望我们这个未来 在基隆市中山区的景点 也能够慢慢让大家知道 欢迎来基隆玩 全剧十八个个案故事 都是由慈激仿事团 深入社会底层 给予爱温暖与照顾的故事 就是去寻找这些 在人生里面碰到的一些 困顿的一些人 给他们关怀 给他们帮助 给他们温暖 给他们依靠 给他们希望 我们也希望这些故事 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让基隆变得更美好 能够到基隆取景拍摄 剧组也很开心 我这次来看景 来看了两个月 哇 不得了 基隆整个面貌 所有东西全部改变 然后它不但有新的建设 还有旧的 原来保留的 所以我到了中山区之后 感觉好像到了首尔 所以我很高兴 这次我们所有拍摄的地方 都在中山区 而女主角由王淑娟饰演 其他知名演员 包括陈孝萱 陈明珍 雷红 乙震 王瞳等等 数十位演员 震荣华丽共同演出 因为我们其实跟访试者 有面对面的接触 聊天 当然会问她心里头的感受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疑问 可是这么多年来 他们的工作是二三十年 不间断的持续 我觉得这么伟大的情操 我很荣幸可以是诠释他们 这种内心的感觉 这一次的确是挑战另外一种 一种的个性 一种角色的诠释 大家可以看看 我让你看个半秒钟 把整个造型全部改变过 基隆市政府官销处表示 未来在基隆民众随时可能遇到 剧组在路边取景拍摄 也欢迎更多的剧组来基隆取景拍摄 新校基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七堵国小在农历新年前夕 举办了2022新春辉豪展新议 孩子们写下自己的新年新希望 不管是图文并茂还是中英并茂 孩子们的春联都好有创意 校方也相当的用心 邀请市长夫人及地方名代 一起与孩子辉豪感受书法之美 不管是图文并茂还是中英并茂 孩子们的春联都好有创意 我写的字是四集 因为我希望今年可以大忌大力 然后呼呼声风 祝福大家要幸福 还要裁员滚滚来 七堵国小推广书法教育不遗余力 农历年节前夕 让全校师生一起写春联送祝福 还邀请贵宾一同辉豪 这是我们七堵国小第一次举办 新春辉豪的活动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学期我们有申请了 一个书法教育的经费 虽然只有区区两万块钱 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把这个钱 做了最大的一个运用跟发挥 让有兴趣的班级 都可以在平日上课的时候呢 获得专业的老师到教室去指导孩子 做实际的一个体验 那再加上今天的活动 市长夫人以及我们在地的各位议员 以及民意代表 还有我们教育处的代表 也都到现场来协助跟力临 让我们这个活动非常的顺利圆满成功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希望这样的书法教育 可以继续延续我们传统文化之美 孩子们加入创意与想象 超受欢迎的合体字 一口气融入了所有的祝福 孩子们欢喜也印象深刻 自己没有写过春联 然后呢自己去体验去写春联的乐趣 然后今天也看到很多长官 他们写的春联 然后呢都很有风味很好看 品详日常生活中 能写春联的机会就是还蛮小的 我第一次体验到自己写春联 还蛮有趣的 真的是美好的经验 祝福大家虎虎生风平安吉祥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立委蔡适应 在过年前戏特别斗传统市场 发放虎年福气购物袋 虽然天气不稳定但还是信了许多朋友前来索取 我想我今天非常高兴 有我这边然后跟我们张志豪张艺员 跟洪森永洪艺员 还有我们华家吴华家 还有我们游本明 还有黄永祥我们几位想要参选 为我们安乐区来服务的好朋友 一起来到我们安乐市场 发放我们的服务袋 跟我们的口罩 还有是我们的这个面子等等 还有包括那个 那个所谓的这个清洁差 那主要原因是我们 这个活动过程当中 跟我们安乐区这边的好朋友 多多的接触 那当然也是感谢各位长期一年来 对于政府防疫工作的配合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边 跟各位市民表达最高的一个感谢之意 那趁着2022年虎年即将来到的时候 适应在这边跟我们全体所有的 我们的公职人员 在这边跟我们所有的信用市民 说声新年快乐 2022年虎年行大运 走路都虎虎生风 那最近的疫情还是比较严峻 那希望各位还是勤洗手 戴口罩 然后加强自我的安全跟保护 虎虎和青春新年快乐 今年是虎年啦 所以我们特别 把这个2022年的虎年的标志放上去 那我想各位都知道说 市应办公室出所谓的服带 不是第一次出 我们每年都有出象征性的服带 那去年是牛年 今年是虎年 那今年虎年 我们特别是用一个虎虎鹤新春 然后各位可以看得到 把老虎的异象放进去 那比较有趣的是 我后面这边有一个 市应就是我个人 菜市应 追着一个这个是柴犬 就是代表的柴来旺来的意思 那主要是大家背着这个袋子 买东西柴来旺来放到袋子里面 那也祝福大家这个今年发大财 虎虎鹤新春新年快乐 民营党在基隆受到市民的肯定 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团队 没有所谓的母鸡带挑戏 大家都是一个团队 都是一个基隆队 我们期待所有的 我们为基隆市民服务的民营党推荐的 所有的公职人员 都会得到基隆市民的支持 那不论是市应或者我们所有的议员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基隆队 让基隆进步的队语 那至于市应未来 会不会在适当的时间 做适当的表态 我想我们会有既定的行程的安排 那我相信不会让基隆市民失望 记者黄瑞生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小爱爸爸谢国良 邀请同为基隆子弟的行政院 前院长江一化回基隆 针对谢国良提出的 Let's go电动一下 青年政策进行讨论交换意见 小爱爸爸谢国良 邀请基隆人出身的前行政院长江一化 回乡来走走 并且一起来讨论这个电动环保计策政策 江一化认为 Let's go电动以下的青年政策 非常有创意 而且也很符合国际上 强调干净环保的潮流 我跟了大概 我有跟院长报告 我跟了四五十个 这样子的年轻朋友 一个一个座谈 或者洽谈之后 我决定提出这个政策 现在不管是经济部 或者环保署 都对这个 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电动机 它的采购有补助 但事实上 这些年轻朋友买到的 其实是属于零售的价格 就是市场所谓卖的价格 所以我相信如果政府出面来采购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团购 现在都对团购有 我今天早上要出来 从台北要过来之前 我就在翻前两天的旧报纸 因为我印象中看到一个新闻 跟这个政策有关 所以就把它撕下来 真的喔 对 是什么呢 就是各位都知道 去年联合国开了一个 所谓全球气候变迁的高峰会议 然后制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全世界各国都要去制定出一个 2050年的净铃排碳计划 净铃排碳的意思就是说 到了西元2050年的时候 我们的碳排必须归零 不要再有这种碳的空气污染 那这件事情对每个国家挑战都很大 台湾也不意外 所以台湾负责这个事情呢 是国发会 一直都是国发会 国发会在前天呢 他就对外正式公布 说我们 他们即将在三月 那就是再过两个月之后 要提出台湾的净铃排碳路径图 这个路径图的意思就是说 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 我们每隔10年20年 我们要目标要减少多少的排碳 你只要是用汽材油的 可能他的那个税就会增加 那他要逼你就是 改用电动车 那么因此他另外一个就是 政府要想办法去补助电动车 这你的电动车 包括电动汽车跟电动机车 所以国梁在这么早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看到了这个趋势了 就是说国梁提的这个主张 对我来讲不是空中化一个大笔 因为他确实是既符合 现在年轻朋友的需要 然后也符合全世界跟 我们台湾政府所必须要走的一个路径 将一话期待自己的家乡基隆 能够在小爱爸爸谢国良的努力下 成为一座环保又充满爱心的 国际港都城市 散发无限魅力 记者黄日生既有报道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原住民人数大约有9000多人 但低收与弱势家庭大约100多户 为了让这些家庭过好年 基隆市议员陈明健与台湾原福会 基隆市政府共同举办寒冬送暖 准备了民生物资送给15户 弱势原民家庭 亲自将整乡的民生物资交到部落家庭手中 在过年前夕要让他们过好年 岁末寒冬台湾原福会与基隆市议员陈明健 及市政府民政处特别举办了寒冬送暖 在各界三星企业支持下 今年有15户弱势原民家庭受惠 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已经长达8年的时间来在我们基隆市 为我们族人做相关这些弱势团体 弱势族人的一个家庭 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 在这个服务过程的当中 发觉我们原住民族人 有很多在底层生活非常困苦 甚至球门无助的一个状况之下 也造成他们在生活的一些困难相当的多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在办理这样的一个寒冬顺暖的活动 但是今年有稍微扩大了一些 我们是期盼让我们的弱势家庭跟经济弱势的这些原住民的族人跟家庭 能够在过年期间也能够感受到一些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气息 尤其在他们原住民家庭里面有一些家庭生活环境比较困难的 甚至于居家的环境有一些破损的 我们也都会联系一些志工团体 尤其有一些的基金会在他们的协助之下 在他们这些的木物料房屋的材料的提供 甚至于人力方面的提供 也都能够到我们叫清寒的原住民家庭里面 来让他们的居住环境能够改善 甚至于让有一些的物资来提供 使他们在这一段过年期间 也能够跟我们一样有能够这样子快快乐乐 能够平平安安的来过年 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活动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的善心人士的善举 能够到我们原住民每一个比较弱势 经济上比较弱势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我们一直持续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也将争取跟我们公家单位 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能够让我们这样的一个较弱势的原住民家庭 能够享受到这些在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协助 除了寒冬送暖 台湾原福会今年1月初 号召志工帮忙一对生长夫妻 完成了房屋修缮工作 让个案的房屋不再漏水 安心过好年 他的小孩子跟媳妇都是身心障碍者 那我们的社工人员透过房市的一个机制 发掘他的一个房屋破旧 然后又经常残年累月的落水 所以我们社工人员也觉得这个个案是值得帮忙的 而且也希望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居家环境 所以集结了义工团来做这样的一个修缮房屋 那当然就是在修缮的过程中 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例如经费部分 还有他们所做的一些工钱 都是募集而来的 那也让我们社工人员透过这样的一个募资 或者是连结的一个工作呢 来做这样修缮工作 那也顺利的在1月8号呢 完成这项工作 集结社会众人耐心 台湾原福会与金融市议员陈明健 关怀弱势原民家庭 让他们不再感到孤单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1 2 3 寒流来袭 基隆区域会和台北新市社福中心 特别为外籍渔工募集预含衣物 虽然已经发起了多年 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特别募集全新的衣物 包括了发热衣 外套以及棉被 给基隆 新北深澳渔港 400多位外籍渔工 让他们感受到台湾人的爱心 教会之工 亲手为外籍渔工 穿上新外套 贴心的举动 温暖人心 这都是新的喔 对 全新的 寒流来袭 基隆区域 与台北新市社福中心 张慕来的发热衣 棉被 及外套等预含衣物 发给八斗子外籍渔工 之间大伙开心的来排队 我高兴了啦 我给伊斯典明白 昨晚有昨晚不很冷了 我想这些移工都是来自 热带的地方 所以他们怕冷不怕热 每年冬天这个时候都比较冷 寒流一波一波的来喔 这几天就有人在怀疑说 比较冷一点 所以教会跟仪会合作 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发给他们冬天 用的东西 比如说棉被 袜子 内衣 内裤都有 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过个好年 一年他们辛苦了 我们感谢他的帮助 也谢谢他们这一年来的辛苦 所以我们准备好的东西 让他们过一个好年 虽然以往募集了大家捐赠的二手衣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关系 加上三星人士捐助 因此送出了全新的300件棉被 300件发热衣和120件的外套 让基隆八斗子渔港 正命渔港和新北山澳渔港 总共400多位外籍渔工暖心过冬 我们有棉被 然后有那个外套 发热衣 然后保暖的帽子这些 我们都希望说在这样子的寒冷的冬天里面 能够让我们的外籍渔工感受到我们 台湾的温暖跟爱心 然后让他们在工作上面 不至于寒冷而受冻 然后就是生病这个部分 那也希望他们有感受到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一个友善跟温暖 然后支持他们可以在台湾能够安心的工作 外籍渔工远渡从洋来台讨生活 台湾民众发挥善心 展现热情 成了最好的国民外交 记者 王少民 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你们1个月表现 我们下期再见 就别忘了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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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八萬年 胡佑立峰 吉林旺來 陸泰康寧 瑞芳安翔 國安嘉慶 激善獲得 新年快樂 各位知名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長林又昌 新的一年新的開始 那又昌在這邊祝賀大家 福虎生風 然後金虎齊年 然後合家幸福 合家平安 那我們金融城市博覽會 即將在今年的四月底五月初 要盛大舉辦 那新的城市印象 然後讓我們一起來歡迎 全新的一個 新金融的樣貌 那當然在過年期間 也呼籲大家不要忘了 這個防疫的一個工作 把口罩戴好戴滿 然後呢如果要已經符合資格 施打第三劑 趕快去施打第三劑的一個疫苗 那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這個如虎添翼 然後吉祥好運到 那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我們大家平安幸福 然後能夠恢復正常的一個生活 在這邊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 各位吉人的鄉親 新春共喜 大家好 我是吉人市議會議長創翁年 好年到 福氣也到 祝鄉親好年如虎天利 工做順域 載粉搶搶滾 給你們賺大錢 會記得 防疫期間 勤洗手 要戴口罩喔 大家新年快樂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 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